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什么是心里的洁净 从我们今天的想法来看 好像耶稣在这里给一堂性教育的课程 其实不是 在圣经当中 纯洁有一个更宽更广的意义 它的意思是不含有杂质 高纯度 就像一块不含杂质的金子 或是不含杂质的钻石 也就是说我们说一是一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耶稣讲的这番话呢 在圣用里面得到了印证 真福八端的这一端 在圣用二十四篇得到了印证 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 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所 是那守洁心轻 不目虚幻的人 是那不发假事 不行欺骗的人 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 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 能够攀登天主圣山 进入上主圣殿的人 必然能够看见天主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而是我们说一是一 我们的基督徒见证 是不是前后一致 我们在人前在人后 是不是完全一致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是不是对人 都是用基督的精神对待他们 用基督的慈爱对待他们 我们是说一套做一套 还是我们表礼如一 天主是唯一的 天主是至一的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能够消似天主的话 我们也应该表礼如一 只有能够消似天主的人 才能够感受到天主的临在 也能够在末世看见天主 愿我们都以一颗纯洁的心灵 来看见天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